我等一下跟你講這個故事好了 你都講過啊 好了我們看看第三個部分 我們介紹的是那個 持久電跟交流電的性質這邊 把它圈起來 一個持久電的那個英文 把它記下來DC 就是Direct Current 持久電 然後呢 通常持久電的話指的是什麼 其實它的那個 正負極是固定的啦 就是方向固定不變 電流就稱為持久電 也就是正負極固定 旁邊寫上去 正負極固定 這個稱為持久電 那麼輸出的那個 持久電電源呢 稱為什麼東西 持久電源 像這個電池就是的嘛 電池 OK這個我講應該沒問題吧 DC 那AC呢指的是什麼東西 AC指的是交流電 這是它英文 Alternating Current 簡稱AC 那麼它的狀況是 它的電源的大小跟方向呢 會呈現周期性的變化 就稱為交流電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右邊這個部分 這個圖啊 這個圖有沒有 持久電的電流方向是固定的 而且 它的那個電流的大小 也會相對穩定 可是交流電的話咧 就不是囉 交流電是它的電源會一直產生 也會產生變化嘛對不對 正負電盒會一直變化 所以它這邊就會突然增加 已經少了 但是你不用擔心這個地方 突然就沒電 因為它的時間其實非常非常的短 可能 不到0.01秒 更少 0.01秒 所以你根本感覺不輸完那個 它電流其實變少了 但是你不能把它放大的話 還是會變少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 所以你看這邊 我們說成電周期性變化 稱為交流電 所以 換句話說你看這裡 我們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磁鐵的正負極 NGS擠壓 來回這個螺旋管 觸刺 會造成這個什麼期 減流計 偏轉的方向 會一直不見改變 表示這個東西 這個螺旋管的電流就是交流電 什麼意思 我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沒有 它的意思是告訴你是說 這個狀況就很像是說 我這邊有個螺旋管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些線圈 OK 然後你這邊拿個磁鐵這樣子 靜靜出 靜靜出 那我醒悟你 這邊的那個N級 S級 不是發生什麼東西 磁場發生變化嗎 那你的磁場發生變化 是造成什麼東西 這個 你這個線圈有沒有 也會怎樣子 跟著發生變化嗎 比如像這個地方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往這裡靠進去 醒悟你 它的感應又怎麼產生的 怎麼比 是不是會不會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是往裡面靠近的 而且是S級靠大道 然後根據那個什麼 忍是滴滴的話 我就要去 掰打掉 所以這邊會變成什麼東西 這會變成 N級S級對不對 然後你的那個電流往哪邊 電流就會往下 為什麼 因為你的四個手指頭 不是往下比嗎 對不對 所以會形成什麼東西 形成這個電流 是往上的 這邊是往下的 啊如果這邊放個什麼 檢游器的話就會偏轉了 好 那反過來 如果你是脫離它的話呢 就剛好反過來 所以你脫離它的話呢 剛好就完全相反 所以如果你的方向是往這邊的話 齁 就剛好相反 變成電流往這邊 然後呢 磁場是往這裡 電流往這邊 然後這邊是S級 N級 這樣子 會啦齁 因為你一直不停不停 這樣進一出出 進一出出 會產生什麼星期 產生這裡的電流發生怎樣 這部級才會發生變化 齁 那像這樣星象之後 是什麼星期 所謂的交流電流 那我一般來講的話 你家裡面的那個插座啊 就是所謂的交流電 齁 所以這邊畫起來 就是交流電流 是沒有固定這部級的 齁 OK 那它的方向像這樣子 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那這邊 你看這邊我把它畫起來 說台灣的那個 價錢電源 就是以每秒64的頻率 來改變這個電流方向 所以 每秒64代表什麼意思 也不是一秒一次 一秒最後 應該是加兩次說 一秒幾次你知道嗎 一秒 一秒應該是0.1 欸對不起 應該是每一次是幾秒 60分之一秒 齁 每一次是60分之一秒 只是你把一秒切切切60分就可以了 這樣子 會啦齁 OK 好這個你把它畫起來